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貴運呢? 跟人學會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房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杰文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天地有正氣 雜硬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星 與人… 喂喂喂 你幹嘛想說背正氣歌 就一clickradio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節目表寫著天地有正氣的 哎呀 此氣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和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清楚 天地有正氣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前途萬里 節目主持 陳華鴻 大家好 我是陳華鴻 又是前途萬里的時間 很歡迎大家繼續收聽 我想和大家分享 關於過去一個星期 北美金融市場的一些動態 以及一些 我覺得想大家關注的一些新聞 過去一個星期的金融股市 即北美股市來計 基本上是受一個因素影響 就是烏克蘭政局的影響 到底這個烏克蘭事件 對金融市場的衝擊有多大 我們稍後會再進行深入討論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 過去一個星期 加拿大股市和美國股市的變化 首先講一下加拿大的股市 在今個星期初 受到俄羅斯可能軍事干預 烏克蘭政局的新聞影響 就和美國一樣 多倫多的股市 都突然間在星期一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顯著的下滑 但是其後情況 可能受到控制 慢慢慢慢在低位又再度回升 整體來說 多倫多的證券交易所指數 在整個星期來說 是升了0.62%的 即是連續的第五個星期的上升 反映到整個氣氛 都是比較上沒有那麼差 主要的升幅都是來自 星期四和星期五的 最主要是因為美國方面 有經濟數據公佈 顯示美國上個月的非農業職位 增加數量比預期中理想 顯示到美國經濟受到惡劣天氣影響 早年初經濟低迷的情況 有所改變 這個消息促進了 美國和加拿大兩地股市的上升 美國股市的升幅比加拿大更好 到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累計整個星期的升幅是0.8% 而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升幅更加達到1% 而納斯特克綜合指數的升幅是0.7% 先說回美國剛剛星期五公佈的 非農業新增積位是2月份 增加數量是175,000份 超乎市場預期 與市場預期大部分都是145-15萬之間 所以這個數字 有些經濟學者相信 正式反映到經濟有持續增長 所以股市在烏克蘭地緣風險的因素 未明朗化之前 仍然有一個好的升勢 我們就開始講回 今個星期主要的題目 到底烏克蘭的政治風波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 對金融市場的衝擊的看法呢? 首先先講講烏克蘭政治風波的原因 是因為烏克蘭的一個上個月 國會罷免了民選總統 這個民選總統比較親俄羅斯 這個親俄羅斯的總統被罷免之後 他就離開了消聲匿跡 原來他就已經去了莫斯科 即俄羅斯的首都 然後呢 情況上個禮拜來說 就有急轉改變了 因為雖然這個親俄羅斯的總統 阿魯科為期被罷免之後 是失去了莫斯科 而成立的臨時政府 就開始從西方國家尋求協助 但俄羅斯就對此很不滿 俄羅斯總統普京都多次強調 他現在要想一個新的情況 就是保障在克里米亞地區 講俄語的俄裔人士的利益 而同一時間有情況 在克里米亞地區 有一些持有武器的軍事人員 就開始陸續佔據 一些烏克蘭的駐守 在當地的部隊的軍營 甚至乎一些軍事設施 包括機場 甚至是一個軍事基地 這些持有武器的軍人 就沒有表露他們的身份 雖然有些人說 他是俄羅斯後隊派來的 但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就否認 即是說是一些當地的人士 而事件到了星期四 有一個新的變化就是 這個星期四 克里米亞地區議會 就宣布 在這個月稍後時間 即是大概九天之後 就會進行公投 公投的議題就是 克里米亞地區 會離開烏克蘭 就改為加入俄羅斯 這件事對於西方國家來講 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講 就覺得這個是烏克蘭的主權 受到侵犯 而克里米亞地區議會的決定 是不可以接受的 也是違反國際法的 所以他們就強烈抗議 但是俄羅斯 就對於克里米亞地區議會 這個獨立 拼入俄羅斯版圖的這個公決 是表示支持的 如果這個公決結果 是顯示當地居民 大部分都支持拼入俄羅斯的話 他們將會盡快 就透過一個法定的程度 去完成這個工作 很明顯地 事件就變成一個領土的糾紛 是更加清晰了 但是美國和西方國家 在這個行動上的回應就是 如果克里米亞這樣的公投 結果是拼入俄羅斯 而俄羅斯又繼續支持 去做 等同於俄羅斯 是侵略烏克蘭領土 就令到這件事件 就會引發一個更大的公波 而美國和西方國家都表明 不惜一切 使用這個制裁俄羅斯的手法 去迫使俄羅斯不要這樣做 整個事件 就似乎形成了一個 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 和俄羅斯自冷戰以來最大的危機 到底這件事 會對這個經濟有什麼影響呢 一般的經濟學家的分析 都說現在的拆展環境進度來說 最壞的情況 就是俄羅斯和以美國為首的商務國家 是決裂 互相進行經濟的制裁 相信不會造成一個戰爭的 暫時來看 因為適使俄羅斯是真是 在日後 吞併了這個克里米亞地區的話 烏克蘭呢 亦都可能是 在國際社會尋求援助之下 不會揮軍去進攻俄羅斯 在克里米亞的基地 因為這樣會形成一個戰爭狀態 對烏克蘭絕對沒有利的 經濟制裁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可以做的 就是包括 凍結俄羅斯在美國的資產 但相信為數不多 反而歐洲國家 可能是接受身受其害 因為 如果歐洲國家 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話 很大可能會導致 俄羅斯反制裁行動 報復性的措施 包括中斷現在目前俄羅斯 向西方國家提供的所謂天然氣 這會令到全球的能源供應 供應方面 促進了一個很大的困擾 但這是歐洲國家受的影響 比較大的衝擊 而美國來說 是所謂正接受的衝擊 相信是沒有那麼大的 如果能源價格上升 例如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上升的話 可能美國的經濟會受到影響 但同一時間 美國本身的能源開發商的獲益 也可能是可以抵消部分的不利影響 正因為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北美股市 在星期五 受到美國上月非農業 即爲增長大動之下的升勢 會可以抵消到 歐蘭政局可能再惡化的消息呢 就是因為 其實在美國市場來說 實際上的影響可能是沒有那麼大 所以導致到美國的投資者 都會看好自己的股市的前景 多於建局的影響 當然如果 在情況發展再惡化 而真的出現一些戰爭的局面的話 當然另作別論 但我們都看不到的話 只不過大家都是在口頭上 相信經濟制裁的話 是一個冷戰的開始 這個冷戰可能對歐洲正在復甦的經濟 可能構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而這個衝擊可能會導致到 歐洲經濟重新陷入衰退的話 美國當然不可以獨善其身 但是 在情況未去到那麼惡劣的情況之下 看來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奧巴馬 都希望透過對話去解決這個紛爭 最終會是怎樣呢 我們都未知道 但是 我肯定這樣說 剛才我所分析的是 美國和俄羅斯 美國的經濟 受到的重創程度 絕對是比歐洲輕微 所以 美國股市的反應 暫時來說 都不會太過受到很大的影響 而繼續去 可能 用基本經濟因素出發的話 只要未來經濟的數據表現良好的話 你的股市仍然可以看高一線 那麼 今次的前途萬里這個節目 就到此為止 那麼 下個星期 但繼續有其他消息新聞 去大家做一些分析報道 拜拜 拜拜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好 看我七船斬 再看我流星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1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到時見了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1clickradio 來 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少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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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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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